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神借着你 可你为人按手 你为人祷告 你为人祝福 神也借着你 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早晨的敬拜当中 也借着你再触摸一些人 祝福一些人 所以我很渴望月的家人 在这里我们不是只有来听道 或只是来敬拜 你要预备心说 主啊今天你借着我 是否我也可以祝福一些人呢 或服侍到一些人呢 这是我很渴望月的家人 我们需要形成在神的里面 那个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 或一个文化 那另外我们在这里有时候有见证 甚至可能牧师师母有很长的报告 那这些报告 你不要当作很无聊 跟旁边说不要当作很无聊 因为这些报告 就让你你在这里 敬拜神当然重要 第二你要服侍人 阿们 而且第三很重要 你要认识这个家 这段时间到底在进行什么 当你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 你说 神啊 那神 那你要我参加 或参与在哪一些的侍奉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六月 很重要的生命更新营 不是只有一些best 或是我们所邀请的人来参加 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当中 有很多需要服侍的同工 如果你受过医治的训练 先知的训练 或是一些训练 你就赶快来报名 因为这个整个生命更新 我们有大量 不只是有人来参加 需要大量的弟兄姐妹 来参与 来帮助 所以在月儿的敬拜崇拜的里面 我很渴望这是一个家 这是一个肢体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彼此看见神 借着你 如何来祝福人的一个主日的早晨 阿们 我就是这样被训练起来的 所以你来不是 我只是来敬拜 然后旁边是什么都不管人家 然后很重要的是 你来敬拜 很重要的是 我也来服侍人 阿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时候我们会去 为肢体软弱 为人祷告 我们外面有一些先知性的服侍 所以主日崇拜 当然是来敬拜神 但很重要的是 我们也在这家里面 彼此学习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祝福 然后第三 当你听见这些报告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不要当作无聊 神啊 有哪些我可以参与呢 这是你在这个家 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 我很渴望上帝祝福你 你也不断地在这里蒙福 你在这里也知道怎么样投入 参加或加入 在这个大家庭的里面 我要再次要说 你一定要加入投入 你才有家的感觉 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预备 如何扩张 在二楼的主堂方面 那我里面也是很担心 扩张之后 人变多了 然后呢 大家好像关系疏离了 我如何求神给我智慧 如何当教会 慢慢人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又有一个家 所以主日崇拜 我就是这样分享 第一你是来敬拜神 当然我们来敬拜神 第二 我是来服侍人 神透过你借着你 难道你每一天的灵修 神没有给你一些感动吗 没有给你一些话语吗 或给你一些 你想要祝福人的吗 所以主日崇拜 很重要 第三 当你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 神啊 有哪一些 这个家 这段时间正在进行的 主啊 神的灵 有什么感动你 要投入的 要参加的 要加入的 你都可以问一问 你的组长或区牧们 这么多 特别接下来非常多 不管是五天的进食 或者我们六月同样 有这个生命更新营 七月 儿童的 青少年的 八月 有一些学生的短宣 各方面 神啊 求你怜悯 我不知道 你的孩子 有在我们中间吗 在这教会吗 你有渴望你的孩子 七月份参加 儿童的营会吗 你有渴望 你邻居的孩子 或青少年 能加入这样的营会吗 这都是我们 报告的时候 是让整个家 我们在这里 让你知道 这个家正在做什么 神正在这个家 进行什么 所以 你的邻居 或你所住的地方 都可以带他们来这里 阿妹 好 我再次要说 不要因为 可能我们有些费用 而拦阻你 或你要带领的人 来参加生命更新 或一些活动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 上一堂是上一堂 有个姐妹这边见证 她要带六个人 来参加生命更新 哇 已经报名了 如果你真的 哇 你说那费用太高 没关系 你赶快来反映我们 会想个办法 我们不要因为 这六个目道朋友 Best 而影响他来参加 生命更新 所以费用 永远不是成为 你不参加的拦阻 阿妹 我很渴望神祝福我们 在座每一个人 那另外 我很渴望 每一个主日在这里 听信息 你要向神 说主啊 恳求圣灵帮助我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揭开神一切奥秘 让我能认识祂 亲爱的圣灵 求祢帮助我 我从小到大被训练 岳的家人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对牧师的孩子 最困难的是什么 牧师讲上一句 我就知道他下一句 要讲什么 可对我的亏损是什么 就因为以为是这样 所以很多东西 我的耳朵就封闭了 因此我在牧会的时候 我特别恳求圣灵 帮助每一个在座的 岳的弟兄姐妹 家人们 不论这个经文 或这些信息 你听过 但你不要以为你听过 你就知道了 很多东西 上帝透过经文 不断重复反复 你听见 但成为你的生命吗 成为你的信心吗 成为你生活侍奉的动力吗 所以当你再次听见的时候 做圣灵 圣灵很重要的是 祂不仅揭开 圣灵很重要的是 更新你过去所听见的 当突然有一个亮光 可能同一句话 圣灵在讲的时候 突然让你看见 哎呀 圣灵 我怎么过去 我没有发现呢 而在这个同样的经文里面 今天透过信息 再次呈现和展开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 主啊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 温柔的 顺服的 可听的耳朵 不要说啊 听过了 就 很多东西 我们以为听过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懂 其实不一定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 其实很简单 但我都要大量默想 我都要大量默想 经文神的话 所以对我来讲 我如果自己没有更深的体会 跟得着 我没有办法分享 神的话语 阿们 天父我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圣灵 挪去我们一切的帕子 让我真知道 我单单的渴慕你 爱慕你 就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主啊 让我不是听见 以为知道了 但主啊 要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我每一天 信心的依靠 父我谢谢你 揭开一切你话语的奥秘 再一次再更新我的心 我的灵 父啊 把一个活泼的生命 赐给我 谢谢耶稣 祝你在我们中间 要鲜明你的奇妙 谢谢主 奉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我好想唱一首歌 不知道要唱哪一首 这是很短的 有没有一首很短的歌 什么 他说什么 神神爱你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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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第二堂 我需要自由一点 不然从昨天晚上 讲到现在 我不希望被框住 可以释放我吗 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好吗 我想唱歌就唱歌 我想要表演就表演 对不起 我只希望 大家能明白 我里面只有一个渴望 没有的家人 你们一定要爱慕神 不断地被圣灵来浇灌充满 有些弟兄姐妹 有机会跟牧师吃饭 就看见牧师 吃每一样的都好香 不是吗 跟我吃饭的人 你家的孩子没有胃口 跟我吃饭 导致吃一餐他就有胃口 没有什么不吃的 萝卜菜干也吃 没有什么不吃的 没有挑嘴 我有这个恩膏 跟我在一起 约的家人 你跟我在一起 你每周跟我在一起 你知道我要释放一个恩膏 就是你的心 一生只有爱耶稣 这是我里面对神 一生最大的渴望 就是爱祂 无论我讲道 无论我唱歌 无论我怎样 我就要释放一个爱 在这个教会里面 约的家人 你没有别条路 一生爱他 寻求他 阿们 所以我只渴望 我的信息分享 我的敬拜 我的诗歌 我的声音 都在影响你 要爱慕耶稣 阿们 你知道我有这个把握 因为我自己唱的都好感动 当我唱着深深爱耶稣的时候 我就觉得 耶稣只有我这一生所爱的 胜过爱我的妻子 好 OK 所以我今天的信息 生活动作存留 在乎神 阿们 留意题目在讲什么 生活动作存留 在乎神 我的信息是来自于十五行传 十七章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的灵修导读的进度 在十五行传 我要从十五行传 十七章来分享 愿神祝福 你所听见神的话语 说主啊 让我所听见的 主啊 当你听到创造的时候 听见牧师开始 宣告创造的时候 这创造就活起来 阿们 你生命就活起来 你就不在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里面 你生命的一切 因着创造 在你里面 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求神怜悯 生活 动作存留 都在 呼神 你知道 这个礼拜 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或许在你里面 我只有一个小确幸 神啊 我只想好好过生活 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我只想好好有一个家庭 但你不知道 这个礼拜 从五月二十礼拜一 我们赖清的总统就任之后 就不断发生很多事情 对不对 无论是立法院 里面的打也好 外面的这个什么 外面的抗争也好 我突然 这对岸 就战机战舰来包围了 说 哦 怎么纷纷扰扰 事情这么多 约了家人 无论对岸怎样 无论立法院怎样 无论现在台湾的国际局势怎样 我再一次要说 难道你就不生活了吗 你就不工作了吗 难道你就不能活在地上 你想自杀了吗 所以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生活 动作存留 在乎神 我很渴望 一个家人 能明白神的话语 但我求神帮助我们 能怎样 因着神的缘故 能够免于 在恐惧的生活之下 人最怕不怕苦 人最怕就是 活在一个无解 没有答案的里面 但是今天的经文成的话 会打破你人生在无聊 无解或痛苦的里面 没有答案的一种的折磨当中 我再次要说宣告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五行传十七章 二十四节开始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下眼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 揣摩就是思考 想通了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如何来寻求他 可以揣摩就是想通了 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神 就如你们作诗的 这是在主前四世纪 两千四百年前 有一个西西里的诗人 他也是讲这样这样的话 有人说就是这个诗人说 我们也是神所生的 这段经文 是保罗站在希腊帝国 最有学问 最有知识 最有智慧的一个城 叫雅典城 他站在雅略八股 雅略八股就是在希腊的一个小山丘上面 雅典的一个小山丘的国会殿堂 的这个地方 跟全世界最聪明 最有智慧 最懂得人生哲理的 一群哲学家在辩论 这些人说 保罗你说什么 你说的东西胡言乱语 你在说什么 你在讲牛鬼蛇神的话吗 因此保罗就站在雅略八股 国会殿堂 跟这一群最聪明 最有学问 最有知识的这一群人辩论 你说我所讲的死里复活的福音 你把它当作是胡言乱语 你把我所讲的 这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 这样的福音 当作胡言乱语 今天我不知道 今天当我们在这读到神的话 你会把它当作胡言乱语吗 这一群人 在雅典 雅典不仅是被称为大学城 但雅典里面又充满什么 偶像 满城都是偶像 因此保罗在这众偶像中 看见一尊的名字叫做什么 这偶像的名字叫什么 卫士之神 你们这么聪明 这么聪明的城市 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你会拜卫士 不认识他 而你却拜他呢 这段话的背景 就在这里 因此保罗就针对当时 最有知识 最有学问 最有智慧 最聪明的一群人说 回到第一页好吗 OK 这个的第一页好 创造 热热家人 你知道创造对你来讲 多重要吗 没有创造就没有你 今天你要知道 很多东西创造 打破你今天 所有人生的经验 因为这个世界 是被造的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留意在这里 我今天要先分享第一件事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保罗强调 他不仅创造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保罗说什么 既是天地的主 意思是 他不仅创造 既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既是就是理当 跟自己说理当 神创造 理当 他就是 天地的主 约瑶家人 这句话太重要了 你头脑知道神创造你 但你有把这位创造的主 当作你生命 生活的主宰吗 阿妹 因为这个背景就是 在当时 他们拜很多的神明 偶像 要生孩子 拜一尊偶像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反正他们有宙斯啊什么的 然后呢 孩子要考试 要拜 台湾的你要考试 要上台大 你要带孩子去拜什么 文昌君 然后不能生孩子 要拜一尊 工作要发达 要拜一尊 我不知道拜什么 我不知道 保罗在这里 对这些最有学问的人讲 今天也对我们讲 因为这位创造的主 你不用再去寻找别的神 因为这位创造的主 就是天地的主 以及是我生命的主 我的生命里面 单单寻求祂 是独一的真神 不用你的孩子出问题的 去找一个 然后呢 你要升官了 再找一个 然后呢 又什么不顺利的 再去找一个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这位神 即使就是 你当你要把他当作 不仅是天地的主 我生命的主 这位神 不住人手所造的 不要忘了 今天过去所拜的这一切 都是人所造 人所雕刻的 但这位创造的主 也是我生命的主 天地的主 祂不住在人手所造的 也不用人来服侍祂 特别月的家人在这里 我们特别强调 在教会的服侍 你来到这里 你不要喊辛苦 上帝不需要你服侍祂 你不要以为服侍神 就是上帝你累了吗 像你一样你累了 然后需要你的太太 帮你按摩按摩 你以为你服侍神 就是帮神按摩按摩 然后上帝好累 好累好辛苦 流汗 你把他擦擦汗 我亲爱的月的家人 不要把侍奉神当作 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阿们 因此你今天人在哪里 你生活当中所面对的 每一件事都在服侍祂 阿们 你面对每一件事 你怎么样能够来面对 你如何有神的智慧 就是服侍神 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上帝好缺哦 好像很缺你的帮忙 好缺你的帮助 反而上帝把这些生命 气息于万物 赐给万人 阿们 这里讲到创造宇宙 不仅创造宇宙 连宇宙中大大小小 其中一切的万物 都是神所创造的 悦恶家人 你能明白神 创造宇宙 以及在宇宙万有中的一切 大至 星合 小至 你看不见的 粒子 子子 中子 何子 都是神所创造的 阿们 你今天你以为你活在物质界吗 有太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 请你把手机拿起来 容许你三秒钟可以拿起来 请问今天你的手机 你能打得通 你很多视讯 请问你能用得着这个手机 是因为什么 手机自己会讲话 你有办法拉拉 敲一敲它会讲话 然后就有影像出来 然后请问中间的通讯 有很多电波对不对 不管是子子 我不知道这些 反正就微波什么 没有这些神创造 但你却看不见的 包括其中万物 小至你看不见 但今天都在神的创造里面 阿们 你知道今天没有神的创造的元素 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今天是无法生活的 阿们 上帝如果没有把土壤 创造 让土壤本身就很多化学变化 让土壤本身就能够 因为种下去能长出来 没有这个生命的定律 你今天你汗流满面 你也种不出东西来 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不仅创造 上帝预备 都是上帝所预备好的 阿们 因此保罗在讲 这位创造的主 特别我们今天在月儿的弟兄姐妹 你要把这位创造的主 独一的真神 也当作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宰 阿们 他不是只有创造 然后就不管你了 把你创造 放在一个虚无的里面 而他创造 他爱你 他管你 最近我听到一句话 很棒了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 是他们儿童上那个 塞斯牧师的吗 神的爱不惩罚 但神的爱有管教 阿们 他都说我们要分清楚 我再次要说创造 创造 我今天再次讲创造好吗 如果在我的心里面 我不相信 相信上帝的创造 我的人生 就是一片灰头土脸 阿们 如果我们无法从上帝 和他的创造 找到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和答案 我就再也没有办法 从这个世界 找到上帝和他创造之外 更好 更能令人满意的答案 为什么 约了家人聪明一点 跟他们说你是聪明人 既然这万有 都是神创造的 以至于今天你所用的 所吃的 所喝的 你所看见的一切 都是被造的 阿们 同意的说 阿们 这些被造的 而这些万物 被造的里面 请问神交给谁 交给我们 按着他形象 样式所造的人 要来管理 治理 被造的万物 今天我很渴望 创造 创造的这个真理 在你里面 你要求圣灵 让你明白 我要讲的第一 这位创造的主 就是生命的主 你要把他当作主宰 阿们 他在你的生命 在你生活当中 你要在乎他 所以今天 我们说 主啊 你不禁创造 所以被造的万物 但很多时候我们人 当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患难 遇到不知道 怎么解决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 第一个动作 就是去问 被造的世界 很多时候 我们从被造的世界 去寻求答案 但不要忘了 这些你所看见的这些 都是被造的 是跟自己说被造的 你为什么 不来寻求创造的呢 我们总是要寻求 被造的 受造的 而你忘了 这些受造 被造的 今天他必须福在 福在 特别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满有 神的形象样式 你却不知道 怎么管理他 你不知道把他定位 但你就 反正有什么问题 就去问 不错 我们需要有知识 我们需要有智慧 我们需要专业 我们需要有学问 但是我再次要 知识 专业 智慧 学问 他不是上帝 阿们 有听懂吗 人 在神给的智慧里面 只能去发掘 发现一些生命的律 阿们 发现细菌 发现病毒 发现什么 但今天你所拥有 现在所拥有的 他不能取代上帝 阿们 被造的万物 他就是被造 受造 他必须降服 他都说有旧徒 你还需问很多 不错 你遇到困难 我也希望我们都谦卑地 问一些专业人士 但你除了问专业人士以外 请问你除了问专业人士以外 难道你不寻求神吗 阿们 你的生命里面少掉了什么 你的少掉只有 我依靠 我非常依赖专业人士 但我里面却很不依靠 这位创造的主 但我今天告诉你第一个真理 你现在所看见的宇宙和万物 都是受造的 被造的 他们是有次序的 他们不能取代神 今天无论你再有学问 再有专业 我们当然寻求专业 但是当你寻求专业的时候 你却没有寻求神 阿们 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来表达 我里面的着急跟急切 你生病当然要看医生 你做生意失败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寻求一些专业人士 但是你都寻找 但更重要的要寻找 创造的主 我今天只要讲的 我没有否定所有的专业 知识 学问 智慧 但问题是我们 生活在物质界里面 我们已经被受造 被造的世界影响了 阿们 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来管理它 来治理它 你使用它 你是主人 那你常悲 所以我就讲一件事吧 你今天 到底我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要生活在这世界上 你不知道你生命意义价值 请问你要去问寿山的猴子吗 昨天我们弟兄刚从寿山下来 猴子啊猴子啊 请你告诉我 我从哪里来 猴子啊猴子 你告诉我 我生命意义价值 它是受造的 阿们 我再讲一个极端的 你不知道 你很无聊 你养了宠物 你家的那个狗 Bobby Bobby Bobby请问 请问 我从哪里来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现在很无聊 我要怎么办呢 Bobby Bobby 你常常跟狗对话 Bobby反而打你一巴掌 主人啊 我才要问你呢 为什么我现在被你抓到这里 被你养在这里 你知道这个Bobby怎么来 Bobby不知道你怎么来好不好 OK 所以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创造 没有神的创造 就没有万物 没有神的创造 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创造 就没有生命 生命来自于神的创造 阿们 来自于祂的智慧 来自于神奇妙 祂的话语 祂的真理 祂的能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你又把这一位创造的神 当作你生命的主 来拜祂 阿们 这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的 我们需要有智慧 有知识 有学问 有专业 但是一切的知识 学问 智慧 专业 不能取代神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 想要变成百货公司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教会 变成你所舒服的 我很想引进教会 我们像俱乐部 我要怎么表达这件事情 我们教育厅最近有看见吗 我们弄得很漂亮 对不对 这是有人奉献的 不然某时候 不敢开这些钱 我跟你说 是因为有人看不下去 说牧师 拜托可以 可以换一下新的家具吗 我非常感谢 弟兄姐妹的爱 所以你使用的时候 存着感恩的心来使用 所以孩子在那边 跳来跳去 我都要跟童童讲 拜托拜托 不要视而不见 孩子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 拜托拜托 大家行行好 要看一下 不容易 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就不要弄成咖啡 或什么 然后教会就是 只是来聚会 我们都很想用最好的 但当我们教会 不断换装的时候 用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这些都不是上帝 阿妹 留意吗 你来到这里 不是只是坐一个 舒服的沙发 我们需要有舒服的沙发 我们需要舒服的交仪厅 但你知道 你来这里 我要来侍奉他 敬拜他 好 所以第一个 你有把创造的神 当作你生命生活的主宰吗 你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 有来寻求他吗 你的生命是被什么影响的 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 都没有任何的困难 其实我们充满很多困难 但是我学会的是 在每一个困难当中 我来寻求神的面 阿妹 生活本来就很艰难 跟自己说生活艰难 所以这句话讲到 下一页 生活动作存留 在乎神 在乎这个字原文叫做 在什么里面 在神的里面 你要生活过得好 你生活要动力 你生活要喜乐 你生活要力量 我在说圣经说 在乎神 生活动作存留 今天无论台湾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会去自杀 存留 你的生死 都在乎神 阿妹 前几天 我会预备这个好 我一个晚上 一直默想 一直默想神的话 创造 请问有什么不明白的 恩宁 你都明白创造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为了创造 为了我思想 我一直思想 昼夜思想神 这创造 反正我告诉你 创造你也没办法去证明 你要去证明 创造是没有办法 你只有相信创造 阿妹 我就不断地默想 我好开心 所以就像默想默想 睡着了 第二天 哇很开心 你知道 真的很开心 那就要出门 到教会 突然师母从厕所冲出来 我说发生什么事 好你把我那个中药倒掉 我说什么东西 它放在水槽旁边 它有一个中药 是解毒排毒的 还要和 我不知道我也就把 就糊里糊涂洗掉了吧 然后念完它就说 跟你生活在一起 压力很大 我就很生气 去哪里找这么殷勤困难 然后这么体恤你 然后这么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那天 走到教会 我就没有牵他的手 我没有牵到他 也不让我牵他的手 可是那天早上 要跟一些牧者RPG 我说神啊 我里面很交战 我讲这个是 关乎 生活当中很重要 我很交战 我说神啊 我一直觉得 我就是一个好男人 这么有责任感 这么殷勤 我家里面脏乱 我就立刻清掉 主啊 还被太太闲 说跟我生活在一起 压力很大 我真的不明白 我只活在我自己的怒气 我自己的固执 我自己的坚持里面 但请问生活要不要继续过 阿们 要不要过 要过啊 怎么办 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神 神啊 前一天默想得很甘甜 生活动作存留 但现在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要讲的是 在乎这个字 在什么里面 你不断地在神的里面 在圣灵的里面 你的生活就有力量 动作存留 就有盼望 阿们 RB就完了 神的灵很强烈地感动我 孩子 你不要再固执 坚持 你自己以为的对 我不能在我自己坚持的里面 师母在地下室 在城岛 我算一算 大概快结束 我就打电话给他 太太 我跟你道歉 刚刚 我 把你的杯子里面中药洗掉了 其实我在道歉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 我觉得我也没有太错 但是 但是 我必须明白神的心意 阿们 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凭感觉 你kimochi送我再来道歉 我可能 我只是为着 为着 我自己的自意 我为着我里面 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男人 我需要跟我的妻子道歉 因为家人有懂吗 你的道行有像牧师这么高吗 那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的道行 如果里面没有像我这么好 你一定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 因为恩宁 你还是坚持 你很厉害 你很帅 你很会表演 你很有恩赐 你固执坚持 就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 你的动作生活存留 要有盼望 要有力量 要过的好日子 我只有不断地 在神的里面 浮在他里面 体会神的心 阿们 神的你的想法是什么 当我夫妻冲突的时候 神你的想法 神的你要怎么解决 处理这个 丈夫啊 不是说怎样 我知道回去可能 夫妻要吵架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主啊 可能你也有道理 我只能说神啊 我将我的道理 服下来 将我的坚持 我的固执 服下来 我神 我自以为是 这个态度 我向神悔改 阿们 可能你不觉得 你有做错什么 但那个自以 自以为是 哎呀 你 我这么殷勤的丈夫 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丈夫 我这么 这么干净 我这么清洁 我还差点来跟我太太讲 结婚三十五年来 我哪一天不洗澡 我都是洗完干干净净 好了 气话就不讲了 我要表达的是 什么叫做生活动作存留 在乎神 在乎就是 你在乎神在每一件事情 的想法 看法 和带领 阿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你有把他当作 天地的主 生命的主吗 阿们 这是我第一个 今天你如果读到神的话 你离开这里 你要开始知道 你的生活动作存留 你发生的每一件事 今天台湾发生这些 你要怪谁 神啊 神创造 神 护理管理掌权 现在的国际局势 谁是大国 谁是小国 都在神的安排计划里面 阿们 你能懂吗 你说我怎么倒霉 生在台湾 月儿家人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阿们 我感谢神把我生在台湾 我年轻的时候 跟在座年轻人一样 或跟你的孩子 现在在美国的孩子一样 我也有美国梦 我年轻的时候 只想方设法 想听办法 我只要能到美国就好 我只要不要留在台湾就好 所以我跟师母有一段时间 在新加坡 只是为着去美国 我神啊 让我随便哪一个学位都好 我就留在美国 甚至我升级院毕业 我都有机会留在纽西兰 我现在回想三十五年来 神的带领 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神知道我 你知道吗 月儿家人 你以为啊 我告诉你 我们早早降服下来 神知道我 祂创造我 祂知道我的性格个性 祂知道我在哪里服侍祂 能够来表明祂彰显祂 我今天如果在美国 我就创开 我如果今天在纽西兰 也创开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无论美国 无论纽西兰 无论澳洲 去到那里的 有台湾人 香港人 有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人 也有中国大陆的 一堆人 我可以产诚跟你讲 神创造我 没有这个能耐 应付这么多 不同国家的人 你知道吗 我可以很诚实跟大家讲 我现在回过来三十几年 我神 你的带领最好 阿们 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不明白 我要再读一节经文 第一个大家能明白 祂是创造的 你就要把它当作 是我生命的主宰 阿们 不要你发生这个事 你又想去求什么神明 什么事 祂就是创造 祂也是你生命中 唯一的主 阿们 所以我特别讲到创造 同工可以帮我打到 这个 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吗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 好 一起来读 你们向上 举目 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数目领出 祂一一称其名 因祂的全能又因祂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先知 以赛亚书说 你们要向上举目 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不向上 只一直看下 下是什么意思 被造 我们一直从被造的里面 我们一直寻求大国 我们是 约了家人 这里说 你们要向上举目 你一切的盼望一些力量 你一切的出路 在上面不在下面 阿们 他不仅创造 留意这句话 按数目领出来 每一样一一 称其名 称 不是只有叫他什么名字 称这个字叫calling 呼召 命定 赋予你 神在你身上 这一生 你所要活出来的 阿们 你都明白神创造你 你就是与众不同 创造让你回到你的身份 你没有创造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就觉得你自己很没有价值 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之所以被尊荣 我们今天之所以说 我们今天是独特 是因为神 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 你有称为祂的儿女 所以这里讲到 称就是calling 神创造你 所以神在你身上有心意 祂呼召你 命定你 今天你在各行各业 你知道 你就是不一样 阿们 神在每一个身上 有奇妙独特的 好 再下一个经文 哥罗西书 来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 一概都是借着祂造 又是为了祂造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着祂而立 在这里我特别要留意 当你如何能够在神的里面 你要留意 今天 这里讲一概一切都是借着 所以在你的信心里面 跟自己说信心 信心里面有两个层面 一个你要知道 你要倚靠祂 借着祂 我今天我的存活 是借着By God 留意 这是非常重要 今天没有神 你不倚靠祂 你就不能存留 阿们 不仅借着祂 靠着祂 很重要是For God 你今天你的动作生活 存留的一切 说实话不是为我 For God 当你拥有神的思想 你说神啊 那在这件事情 你的心意是什么 不是我的心意 不是我的想法 神啊你的想法呢 主啊你的带领呢 主啊你的计划呢 主啊你的未来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到未来的 阿们 所以在信心里 因着信 住在祂的里面 有两个层面 一个叫By God 借着 一个是为For 这个For是讲到目的 神造你 就是有个目的 你不可能没有目的的 因此今天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何等尊贵吗 还是你要继续自卑下去 因为家人 我真的要鼓励每一个人 今天你只有向上仰望神 你没有办法寻求被造的 或我讲更白了 可能你出生之后 你的爸妈就离婚了 可能你在一个 不幸福的婚姻家庭里面 你去问爸妈 为什么这样 爸妈也没有答案告诉你 阿们 他们为什么要离婚 他们为什么要吵架 为什么要把家庭 弄得四分五裂 你去责怪父母 他也没有答案 阿们 今天你认识了神 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祂 因为破碎的家庭 也不能毁掉你的命定 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在破碎的家庭 神在你身上的命定 不会因为破碎的家庭 就毁掉了你 阿们 所以为什么 约尔的家人 你在这里要学习神的话 今天我们被造 被造就是一个何等尊贵 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来讲 被造 创世纪一章 回到创世纪一章 这是我们熟悉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你知道吗 约了家人 因着你是被造的 受造的 而且你是按着神形象样式 所造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你为什么尊贵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一起来创造你 阿们 起初神创造 这个神就是圣父 然后呢 神的灵 圣灵 然后神说 Logos 道神 阿们 你在圣父的计划 心中的渴望 神奇妙的执意里面 借着圣灵 造了你 借着神的道 耶稣基督的道 Logos 造了你 约了家 你今天没有 你没有自卑的权利 当然你会自卑 你会羞耻羞愧 那就来寻求医治吧 我要接下去分享 这位创造的主 你有把他当作生命的主宰 每件事都寻求他吗 By God 借着他 也是For 为了他 这是你 当你明白这个真理 你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动作存留 你就不会一直问上帝 上帝为什么把我生在台湾 我反而大大欢喜神啊 谢谢你把我生在台湾 Amen 因为我在这里 是你命定的 一切的将界年岁年数 都是你所定义的 我感谢神 台湾多么重要 你不觉得吗 世界以为台湾小就不重要 你不觉得重要 仇敌很重要 连老美都看得懂台湾多么重要 好 我不讲这些 我要继续分享 回到创世纪一章 一章一章 这里讲到神创造 那创造之前是什么光景呢 地是空虚浑沥渊灭黑暗 地是空虚 荒凉的荒腐的 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看过去 就是空的 虚空的 然后你看过去 约面黑暗是什么 约面就是浑沥的大水 没有次序的大水 然后整个大地是被黑暗 你看过去 是空跟黑暗 Amen 在创造之前 所有地上的一切 就是虚空荒腐跟黑暗 但当神的创造来到之后 神的力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约了家人 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今天你在神的创造里面 今天你在耶稣的救恩里面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你的前面的道路 再多么凄惨 都不会回到 空虚浑沥渊灭黑暗 Amen 这是创造 你必须要明白的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的生命 因着创造 神一定为我开路 没有你走不下去的 Amen 因为你已经被造 你已经被拯救 你已经被救赎 你已经神赋予你 生命的命定 神的渴望 已经在你身上 所以你知道 这是一个盼望 主啊 因此我的生命 再怎样凄惨 都走得下去 再凄惨 都不会落入 空虚浑沥渊灭黑暗 神的光 已经来到 Amen 没有你走不下去的 因此为什么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要在乎神 就是你要 By God 你要不断来来 依靠祂 投靠祂 借着祂 以至于你才知道 神的心意 For God Amen 因此保罗对于 他面对的处境 环境生活 他下了一个 定义和结论 菲利比书四章 菲利比书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 菲利比书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 来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 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那个秘诀是什么 一起来读 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保罗没有因为福音 被逼迫下在监狱里面 而他自杀 保罗 我的悲剑 丰富 饥饿 饱足 缺乏 有余 随时随在 得了秘诀 就是我不断要 依靠他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 这位创造的主 就是加给你 力量的神 阿妹 你一定要紧紧 依靠他 回到罗马书 我们是要 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 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妹 我出生在花莲 长在花莲 我的整个生命的训练在台北 神带领我来高雄建立教会 愿了家人 你不知道神在你生命中 丰富的引导带领旨意 你还不明白 不要为了现在的沮丧 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停止了 不要为了现在 处处难行 你就觉得 哎呀 好像被环境封杀了 我再次要说 保罗 让我们看见 怎么面对任何的处境环境 无论生活 动作 存留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 都能做 因此 当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本于他 你要知道 你是出于神 你这个人 本来就是神 所以任何环境 你就只有回到神的里面 阿妹 本于他 然后不断地依靠他 寻求他 以至于到最后 在患难的环境 你都可以歌唱 赞美他 愿荣耀归给他 阿妹 在神的里面 没有走不下去的 生活在艰难 工作在遇到挫折 存留就是 你活不下去 你到底要自杀 还是 神会加点力量 我恐慌症 再严重 我都没有想要去自杀 这是神极大的恩典 这是神 加点的力量 我们在座 你若是 无论恐慌症 犹豫症 焦虑症 强迫症 或者精神分裂 或者婚姻破碎 我再次要说 只能回到神的面前 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这是今天 我所要分享的信息 生活动作 存留 在乎 你 你 愿不愿长 住在神的里面 所以我再次要鼓励 弟兄姐妹 我圣灵 充满我 教管我 圣灵 是打开 揭开 启示 上帝奥秘 那个圣灵 多么重要 我圣的灵 生命的气息 当你读到 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你要知道 神是怎样 他用他身边气息吹向 我们是尘土 我们的本相是尘土 你不相信 等一下你出去 今天有冷气 你不发现你是尘土 你站在太阳底下 你戳戳你的皮肤 戳出来的是什么 香水 香味 你站在太阳底下 甚至你运动完 你戳戳看你的皮肤是什么 泥土 神却在 我们这泥土的本相里面 创造我们像他 阿们 你何等尊贵啊 创造 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你要把它当生命的主 创造的第二件事 告诉我们什么 创造 创造 刚刚我讲的 创造是要怎样 让你知道 无论今天你的处境怎样 你都可以活得下去 保罗应着福音的缘故 无论在监运在哪里 他无论 应着创造救赎以罪 你知道 今天无论你的原生家庭 多么凄惨 都不能夺去 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阿们 要不要再听 可能你们也听厌烦了 牧师就是很笨拙的 口才不好 什么都不好 但是应着 我只能说 主啊 我在乎神 神就加添智慧 加添口才 加添力量 加添智慧 加添一切 我这一生所需要用的一切 因为我在乎神 阿们 你不在乎 那日子就苦日子 你如果要推开神的创造 否定神的创造 你知道吗 我们就只有回到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的里面 你的人生就只有灰头土脸 我说神啊 今天你的话语 告诉我 我今天无论台湾多么紧张 我仍然有盼望的活下去 生活动作存留 在乎神 只有神 你能定义台湾 不是对岸 不是谁 不是国际 各方面来定义 是神 因为台湾在你的手中 阿们 因此末了 我要讲 接下来 这几个月 月的家人 我们能做什么 第一 我们不断地要传福音 无论在阿尔法寇斯里面 在你的职场各方面 遇到人 传福音 然后把他推到 六月的生命更新 第二 就是一起小组也好 RPG也好 一起来祷告寻求神 只有这两条路 不断地 保罗在艰难中 还是传福音 保罗在艰难中 也是祷告寻求神 所以六月 我们有二十一天的 禁食祷告 你不要听到禁食 就好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神会照着你的力量 神会照着神给你的恩典 你能进几餐几天都OK 因为你的心 只想寻求祂 阿们 不断地传福音 不断地聚在一起 来祷告寻求神 阿们 愿神祝福 赐福 我们在座每一个家人 你的生活 动作存留 在乎神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发天父 你是一切的答案 你是一切的出路 因为你是道路 祝我们寻找这个 寻找那个 寻找这个帮忙 寻找那个帮忙 但主 我们就是不寻找 你的帮忙 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让我知道 我的人生 第一步 最重要一步 所有的过程 就是 By God 信靠祂 借着祂 以至于我能活出 For God的生活 阿爸 愿圣灵 教官 充满 我们有一点时间 你闭上眼睛 我们今晚很轻轻地 来唱这首诗歌 你把你的生命 你的主权 交给祂 神啊 你来带领 等我 推脱 仰望 你守着的天 甚至你 多么爱我 愿超过一切 换那宽固 似义 似义 有苦 也无法交过 与你的爱可绝 当我放下自己 垂靠你怀里 我的灵 却越欢喜 不停赞美你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你的宝血 输毁了我的生命 当我抬头 仰望 你守着的天 设置你多么爱我 愿超过一切 万难困苦 事已有苦 也无法将我 与你的爱可绝 当我放下自己 吹奉你怀里 我的灵 却越欢喜 不停赞美你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你的宝血 输毁了我的生命 耶稣 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安静 在主的里面 虽然时间到了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季节 神要向你说话 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扛了很重的担子 在你前面 看到地上 你的困难非常的多 今天主叫你抬头仰望他 他是创造你的主 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做 你不要再自己扛了 你来仰望他 他是你的神 他是你的神 他不听你摆布 他是他听你的呼求 很多的重担 放在他的里面 现在 回到主耶稣的里面 把你的头靠在 耶稣的肩膀上 来听他的声音 神要透过这个信息 对我们说话 神正在带我们走一条 又熏又火的路 特别是我们当中 很多的弟兄姐妹 神知道你可慕他 你是一个献祭的人 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 你最近生活当中 有一些长久 生命中长久的谎言 神要使这些污秽的国脚步 从你生命中扶上来 因为神知道你可慕他 他正在预备你 要进到五旬节 自卑来寻求他的面 勇子妹即将要我寻节 自卑来寻求他 我们是受造的 我们无法掌管神 我们是受造的 你无法教神 怎么样造的 但是我们回到他的里面 来依靠他 仰望他 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神 上帝 不是为了我们 我们是为了神 目的是神 所以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里面 一切会有反转 很多事都会有反转 我们在这个季节 再来仰望他 放下降服 降服 说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听你说什么 我才做什么 神啊 我要听你的声音 你叫我走哪里 我在走哪里 一切都会有反转 一切都会有反转 整个世界在神的手中 神会来反转 兄姊妹我们来祷告 把你目前遇到的难处 交在神的手中 降服于他 未来21天 我们一起来寻求他 当你寻求他 就有出路 当你来依靠他 唯有他能够带来翻转 跟改变 唯有他 在你未来的命定当中 会有一波 登峰造极 领导你 我们开口来祷告 祝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祝祝我们恳慕你 祝祝我们恳慕你 祝祝我们谢谢你把一个恳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祝祝祝我们更深的来寻求你 祝祝我们自卑祷告呼求你的名 祝祝我们谢谢你 祝祝祝祝你让我们眼目掉转 祝祝祝我们现在的困难 祝祝我们要回转回向你 祝祝我们现在我们看见的 祝祝我们要掉着眼睛 祝祝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予你的心关于你 祝祝这个宇宙 我单单要寻求你 祝祝我们再次再会到 作为创造者的你的面前 祝祝我们创造我的神 祝祝我们为所有的经历感谢 祝祝你创造心的创造者 祝祝我们为这些献献在你的面前 祝祝我们单单的 主我们谢谢 我们在四重位置站立起来 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我特别要为一些人祷告 你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不管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财务 甚至对你自己 过去所发生的事 你都沮丧到灰心 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的眼都是看地上 你说我没有力量 神教你抬起头来仰望他 那个抬头的动作 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 你就走到前面 我们在唱的时候 你就抬起头来 走到前面来 当我抬头仰望你守着的天 甚至你多么爱我 愿照过一切 困难困固 似义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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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无法将我 与你的爱割绝 当我放下自己 吹跑你怀里 我的灵灵 却越唤醒 不停赞美你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你的宝石书 因此 团阅 好的 爱 IS 由于我 生存 再 Prison 似义有故 也无法将我与祢的爱隔绝 但我分下自己 追靠祢怀里 我的力 阿爸天父 应见祢的创造 我们拥有祢的形象 因着祢的创造 我们拥有祢的生命 因着祢的创造 我们拥有生日人生的盼望 祢不仅创造 祢还拯救救赎我们 父啊 让我们活在祢的创造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真知道 祝好祢的创造带着命定 祝好我的生命 我这一生 都在祢的计划的里面 阿爸天父 我谢谢祢 生命动作存活 在乎祢 父我谢谢祢 愿我主耶稣 救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教终引导 安慰带领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 阿们